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導讀台灣 我是林榮安 每到選舉 總會聽到幾個熟悉的關鍵字 像是貪腐 黑金 以及地方派系 而說到最惡名昭彰的 就屬黑道政客財團 三位一體的黑金政治了 這個名詞誕生於90年代 當時不少黑道背景人士 為了漂白或尋求保護傘 透過綁裝會選進入政壇 之後就利用職位護航 魚肉相裡獲取不法利益 在錢與權交織 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之下 成為台灣政治最醜陋的風景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不能不提屏東皇帝政太極了 二十五歲時 他因為一清專案被送綠島管訓 反而在獄中認識了不少大哥 出獄之後 從地方小混混進級為大偉流氓 就在國民黨的大老郭廷才 還有五澤元的扶植之下 三十一歲就以最高票 當選屏東縣議員 三十三歲就坐上了議長大位 從此開始了一連串包倉包賭包工程 還豢養了全台第一支不打棒球的棒球隊 他們雜報社打記者樣樣來 完全不把檢調放在眼裡 甚至對當時的屏東縣長蘇貞昌 都能拍桌標罵鼓自禁 有將近一萬五千名民眾到場聆聽 場面相當壯觀 1993年11月24日 屏東縣長選舉 最後一場公辦政見會 黑影重重 棒球隊的人數在全場的群眾 雖然是少數 但是當你在鼓掌較好的同時 是你個體在面對他的可能暴力 相向的時候 你會膽怯 政績卓越 聲勢探考 但蘇貞昌連任失利 以一萬兩千多票之差 輸給了國民黨候選人吳澤元 為吳澤元助攻了時任議長鄭泰奇 用黑道暴力碾壓蘇貞昌氣勢 讓蘇貞昌這場選舉 含冤吞敗 這年輕人沒辦法就拚過了 化名勞理的前屏東築地記者 以變英不露臉方式受訪 儘管已經過了近三十年 任憂欣 正太極 余孽還在 我當時譬如說 雙白不解除的打人 哪些人 我們一個人都不認識 對不對 你今天講一講說 他有點不爽 又是議長 又是黑道 人人懼怕鄭泰奇的惡勢力 他只有國中畢業 原來只是跟在夜色角頭 身邊的小混混 1984年政府執行一新專案 鄭泰奇也被掃了進去 高唱遇導小夜曲 出獄後一清像是讓他度了精神 在道上備份提高 開始有人交咖 跳白之道 那時候人家就跟他講說 有機會你可以去選舉 你選個現議員 不然動不動警察就要把你掃進去 鄭泰奇認真了 搭起領帶穿起西裝拍照 和其他政壇前輩同框在選舉公報上 當時競選場面盛大 還出動重型機車掃街 有錢加上有人又捨得花錢 所以他就升職好大 那時候鄭泰奇就拿到 一萬多票最高票的單選 議員選完 緊接著政府議長選舉登場 派系角力的結果 議長寶座仍由常年稱霸 屏東政壇有東港王爺稱號的 郭廷才連任 而副議長卻是初出茅座 才31歲的鄭泰奇出現 令人疊破眼睛 黑道的背景使得 他不需要掌握很多的議員席次 他只要掌握關鍵的議員席次 就可以讓對方以副議長做交換條件 來搭配選舉 沒資歷 沒學歷 也沒花半毛錢 就撿到一個副議長的位子 鄭泰奇成了左右派系的關鍵棋子 但別說議會運作或議事規則 鄭泰奇根本不懂 就連議長投票 他也同時蓋了郭廷才跟自己 成了備票 這樣的人哪有什麼 為鄉里爭取建設 為民眾服務的宏大願景 郭廷才卻肯挺他 兩年後要選立委時 也屬意讓鄭泰奇 接棒議長寶珠 他鄭泰奇他也有他的意思 有一些人 既然他都在講了 都沒有其他人挑戰他 我們就順水人情就支持他 鄭泰奇本身也有意更上一層樓 在強力運作之下 打破必須由國民黨部 協調點頭的默契 鄭泰奇當上了議長 他當縣長的時候 為了預算 鄭泰奇把這個事物 叫到二樓去他的議長辦公廳 三次進去出來了 鄭泰奇自認不可一事 囂張跋扈 嚴肅正常都不放在眼裡 衝突的倒裹縣市 當時縣府議會正在興建大樓 但鄭泰奇卻要求再追加 兩億九千兩百萬 你明知道他的工程發包 在他的主持之下 可能有些不可見人的內幕 那你可以同意幫他追加預算 同意他拿更多的錢 去做這樣的分配嗎 蘇晨長不肯 鄭泰奇還恨在心 用手段讓縣府一步好做事 你一九八九你上任 結果你在這四年任期內 努力的去中央增值預算 希望趕快的呢 爭取到了之後 趕快就可以發包提醒 那要撤你的走很簡單嘛 我就不簽電付案嘛 我就跟你拖嘛 有本事等到年底追加預算的時候 再來通過吧 大家好 雖然府會關係不佳 但蘇晨昌一方聲握很高 1993年11月 縣長選舉更是全力拚臉任 他跑遍了全縣 465個村里 每個村里的村里大會 不是晚上開喔 他都親自從頭到尾參加 蘇晨昌最有名的選舉是什麼 配玩家可以倒反倒嘛 分腳人少錢嘛 他都要買票 人家就知道你沒錢 收 配玩家你就拿著 但是你倒給手很強 努力突破對手的會選攻勢 蘇晨昌的靈力變才 更是許多人 期待在政見發表會 一堵他的魅力 蘇晨昌是很會演講的 他做一個現場候選人 其他的現場候選人 是比不上他的口才 所以鄉親們期待聽他 用他吸烈的口才 把對手電到金石石 沒想到與蘇晨昌關係不睦的 鄭泰奇為了幫國民黨候選人 武則元搭臺聲勢 竟然出動他的棒球隊 壓制蘇晨昌支持者的氣焰 一群白骨血呢 就到場壓陣 蘇晨昌發言完 支持者很熱情 武長大聲叫好 結果民進黨叫好 叫到一半了 因為後面拿椅子 白骨血就拿椅子 把口頭打得破破死 所以整場的選舉氛圍就是說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暴力陰影 使得民進黨的支持者 在整個選舉的氛圍上 就很憋很悶 結果國民黨就發文權說 蘇晨昌是自寶自演 而鄭泰奇的棒球隊 又是何方神聖 他們出門會帶了很 球棒 甚至還會有一個人 帶一個 提一個非常重的旅行帶 那個旅行帶 一般研判應該是槍施的 就是一堆年輕人 就拿木棒 就是球棒 然後穿著球鞋 通常是穿黑衣服 然後在選舉的時候 打演講場 這些鄭泰奇身邊的小弟 可能是台灣第一代 利用球棒姿勢的棒球隊 小弟則對鄭泰奇忠心耿耿 你假如加入鄭泰奇的集團 鄭泰奇見面你 就是一顆滿天星的手錶 像一些比較肥沃的 想要去分封給 這些棒球隊的成員去掌握 棒球隊跟著鄭泰奇無作非為 就連屏東最正派的刑警 面對這群惡煞 也會倒吸一口氣 那兩罐那個鄭泰奇好可怕 出面的時候 就帶20個人小弟 那還有拿旅行袋 旅行袋裡面應該是強 所以連屏東最有作為的刑警 都覺得非常恐怖 那任何方便班的事情小明 霸道兇狠神出鬼沒的棒球隊 讓向來以衝衝衝聞名的蘇貞昌 競選年任之路 極其狼狽 台灣有時以來幾乎所有 我們聽到的一些 比較負面的選舉說法 在這一場選舉 全部都看得到 被選綁樁 還有造謠補黑 黑道介入 採訪介入 甚至連檢調單位都介入 所以那時候孫章神不服氣 他會跑去罵主要發誓 最終蘇貞昌黯然卸任 離去時背後的紅布條人控訴 惡辭選舉是人民最統治處 助選有功的鄭泰奇 也讓國民黨吸收入黨 而屏東在武則元主政 與鄭泰奇魚肉相名之下 也有了黑道故鄉惡民 1995年民進黨在屏東舉辦遊行 高舉布條寫著 泰狼放會 不用怕 我們沒有議長做大兄 諷刺一位農侯 這些力量總的加起來 把蘇貞昌打敗了 但是雖然贏得一次的選舉 但是為達目的這不擇手段 那後來種下了贏 種下了果 誰要來擔 所以還是國民黨 只會要 武則元後 民進黨由蘇家全奪回執政 從此國民黨在屏東難以翻身 這或許是國民黨利用鄭泰奇 營火焚生 始料危機的結果 鄭泰奇在地方 織首遮天 還留下過高平息殺人無罪 這樣的狂言 崇盛第五年為了賭場利益 率眾上門 就當著人家母親面前 槍殺了從小一起玩到大 三十多年的好兄弟中元豐 更離譜的是 記者沒人敢寫 簡景無人敢辦 直到案發第三天後 才在國會殿堂被立委揭露 據說總統李登輝聽聞之後 震怒大罵 不要說鄭泰奇了 黃泰奇我都敢抓 一聲令下 屏東皇帝終於走到末路 槍聲劃破寧靜早晨 映門的老母親怎麼也想不到 從小看到大的真太極 會殺了自己的兒子 至少四五個人 然後爛槍十幾槍 就把他打死 他母親在那裡 跪在地上 哀笑 快啦 不能這樣啦 不能這樣啦 1994年12月13日 屏東地方角頭 由鍾元峰喪命殺人的 居然是議長鄭泰奇 直到半月的時候 談到某些事情嘛 一向一向 才把整個飄人帶到 炒作鍾元峰家 敲門把他交回來 到底想到什麼 讓鄭泰奇捧下殺手 原來兩個月前 鍾元峰頂下一間 天酒排賭場 原本該交給鄭泰奇 每月二十萬的規費 鍾元峰卻不繳了 鍾元峰他不曉得 他的想法 我跟你三十萬年 三十幾年的兄弟 怎麼可能會為了 這個賭場的小錢 來不如來 來刑事問罪 他沒有把這個 當一回事 鄭泰奇倒也不是為了 這筆錢 非要鍾元峰的命不可 而是鍾元峰 羞辱鄭泰奇的小弟 讓他面子掛不住 一氣之下 當著鍾武面前 行刑事 槍殺鍾元峰 辦下命案前 鄭泰奇的作風 就足以讓地方人士 膽戰心驚 他幫我地方報紙 你找得到嗎 你怎麼覺得 我還要想 我還要想 都跟你玩笑了 先來屏東 怎麼敢選 而且如果 我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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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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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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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KTV 鋼琴酒吧 荔青公司 壟亂屏東 道路孤社 也經營第四台 當媒體大亨 這些都是鄭泰奇經營的事業 看似鄭泰 卻靠著議長的名號 撈油水 至於賭場 賭博性電玩 等推法行業 他也多有插股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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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邊下的骯髒事 不能顧慌的方法之一 就是 隆落記者 鄭泰奇很回這招 其他關係 沒那麼密切的記者 避免惹禍上身 也不會搓 鄭泰奇的蟒蜂窩 幾乎可以說是 在屏東市 真的是當皇帝 就算評論實證 也不行 一旦媒體 寫對縣府 或議會不利的內容 屏狂鄭泰奇 就用暴力 堵住暴社的嘴 天皇上都被炸爛了 大家都挨了不少球幫 挨完就從二樓層跳下去 那一路就可以回到好成熟的地方 同事就好一點 所以讓我們保護他 1994年11月14日 鄭泰奇認為民眾日報 報導選舉新聞不公平 率眾狠雜報社 鄭泰奇啊 就到醫院來看我 那時候我還不清楚 有多少人在炸報社 結果鄭泰奇跟我講 他把當時發生的構成 描述得很清楚 我就講 我說議長啊 是不是你也在場啊 那幾個你都知道 他就笑一下 所以那時候有一群記者 就跑去警察局 逼不得已找局長談這件事情 回來隔天 就有記者傳話出來了 你找誰警察 他都知道誰警察 找局長 可悲的是 找警察得不到保護 平工警方 難道是拔了牙的老骨嗎 議會不可能刪掉 地方警察的薪水 但是可以去砍你的超級津貼 警方的超級津貼 總共一億多 全部刪除 警察局長 他也常常到正太極的官邸 去跟正太極的爸爸 泡茶啦 去拿警官去 有作為的警務人員 他都叫到議會 去羞辱他們 透過他的第四台 24小時的播放 中錯了這些 正派清流的警官 跟武則原麻吉 議會又是他的人 靠警呼眾 在警察頭上 正太極成了一隻 人人畏懼的怪獸 就連曾經提拔過的恩人 也照打不誤 他連議員都打了 然後就怕他穿掉 而且不但民進黨都被打 後來連國民黨的 或是過去有摘別他的議員 他不順眼照打 就交進去裡面就打了 沒想到 中原不命案 震撼屏東各界 媒體都知道 殺人的是誰 但報導卻只敢寫 與正姓人士有關 連警方辦案 也自伏手腳 檢察官帶著警官 跟差不多30個隊員 去他家 因為這搜索議長的大事 在那裡僵持很久 正太極就非常凶惡的 有一個咆哮說 你們怎麼可以對 九十幾萬人口 選出來議長 這樣的態度 從今天有電話來 有什麼 有個要求說 不要搜索 所以後來他門打開 要讓檢察官進去 檢察官回頭一看 所以那些警察全部都不見了 我並不是說他們就事前就落跑 而是到其他房間去搜索 直到三天後 嘉義選出的立委蔡世淵 接破被害家屬陳晴 才在國會殿堂 揭露正太極涉嫌殺人案 掀開撼朵拉的盒子 蔡博啊 他們都叫蔡博 蔡博啊 屏東皇帝殺人 你也敢在這裡講 我報名做你的至上委員會的委員 果然沒多久 蔡世淵就收到警告 那時候我還住在台北 我跟我兒子住在這裡 在鐵門口被噴氣 承辦的檢察官 心裡也承受莫大壓力 為了小孩子能夠 平安順利的長大 所以我們後來也決定 把極小送在國外去成長 連您都害怕是不是 對啊 這個案件難防 好在警政署非常重視政案 在刑事局十多名幹員 南下屏東支援 鄭海吉自知議長這張保護傘 可能快頂不住 假見北上參加諸葛亮的婚禮 開始尋求大咖保護 動起逃亡的談算 他似乎在台中 他也見過伍澤元 也見過宋楚到花蓮到台中 他們也希望尋求那邊的議長的協助 他也想偷渡 但沒人肯幫忙 鄭海吉只好正面對決 主動打電話給檢方 希望檢察官陪同召開記者會 演一出喊冤的戲碼 因為我們地檢署有一些有關你的案子 你順便到我們地檢署來說明一下 那事後我們再來討論怎麼來開記者雜財會 所以他就來地檢署報到 這算是請軍入奧嗎 是啊 檢方排兵布陣 調派大批警力 嚴防暴力鬧事 只讓鄭海吉與律師進入地檢署 人身安全獲得保障後 檢察官開始與鄭海吉大動法 我就先提他 我跟他說前一天晚上 中央鋒的母親敢讓我們做策謀 那你敢不敢讓我們做策謀 他就說可以啊我當然敢啊 鄭海吉的詭辯逃不過機器判讀 策謀未過 他本人還沒意識到正是皇朝即將崩解 他就說那既然現在不開記者會 那我要走了 我就跟他說抱歉 議長照法律規定我必須要駕壓你 好 懲罰 懲罰下狂語或高平息殺人無罪 鄭海吉恐怕沒想到 犯下殺人重罪 天皇老司也保不住你 我真開心有講到 他有看死人我也有講到 他沒有死人我現在也不安 台灣人呢 人間僚的時候我最不安而已 我現在看他快到我百六千 周母嚇得不敢出庭 甚至沒有律師敢接此案 最後由前民進黨立委湯金權 擔任被害人律師 歷經五年半審理 2000年7月14日 最高法院判決 鄭海吉殺人罪確定 8月2日執行死刑槍決 成為台灣第一個被槍決的一招 鄭海吉的告別式場面冷清 看不見以往 跟他稱兄道弟的國民黨政壇人事 惡魔伏法 鄭海吉為台灣的黑金政治 下了最醜陋的註解 在黑金政治盛行之前 台灣選舉中最黑的 莫過於黨國做票 甚至民間盛傳 這國民黨只贏兩票 就是買票跟做票 連首都白禮猴都深受其害 這次的主角呢 是當時的台北市長高玉樹 他是第二屆民選的台北市長 1957年立拼連任時 各地開票期間 竟然接連發生了無預警停電 國民黨功就趁著一片黑暗 對選票大動手腳 最後高玉樹高票落選 國民黨順利的收回首都主政權 那天台灣的民主宛弱而係 選舉日投開票突然間啪了一聲停電了 停電的時候就可以上下起手 夜黑風高正式做票之時 這是1950年代台灣選舉的常態 而高玉樹正是台灣第一位 選舉停電的受害者 他在回憶錄裡面提到 那次的落選 他說開票計票過程中 多次停電起人一鬥 故事要回到1957年 第三屆台北市長選舉 時任台北市長的高玉樹企圖連任 然而他的黨外身分 卻讓國民黨基於多會政權 國民黨千方百計 想辦法要把首都地方政府的執政權 再拿回來 他把它列為第一號政敵 所以1957年開始這些手法 就大而拼的出榮 然而選舉該怎麼贏得民心 當時的國民黨用的可不是執政政見 民間有一句俗話 說國民黨贏兩票 贏對兩票 買票跟做票 不會選就不會選啊 國民黨當年的聖權方程式 第一步就是買票 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李曉峰回憶 自己擔任銀行員的父親 就有親身經驗 那選舉一到有一天啊 我還記得 半夜喔 差不多是三四點喔 來弄問 好我們老闆說 三點五四點 你來弄問 什麼事情 好快出來看 那就是老朋友啊 老朋友 在選舉 派他們的人 說拜託 你是 你就給我錢 你還很錢啊 那時候領的都是那種五塊錢 紅色的喔 紅色的一張五塊錢 甚至還隔天 那個早上來 還發錢 還發到我家來 我們老闆說 拿這個我長給你們 所以說拿錢 手短但不聽話的 大有人在 於是國民黨有第二招 做票 如果覺得情勢 不夠安全的話 他們就開始做票 就是拿了空白 趁著沒有人注意 沒有監票的人在場 拿空白選票 自己蓋 比如說票櫃啊 還沒有開票 裡面已經有一堆 有些 票 這麼剛好 開票時就會停電 讓他們能動手腳 再不然 國民黨還有其他招數 讓你的選票 變成票 我媽媽是小學校員 每次選舉 她都要必須被派去 投開票所 開票回來之後 他說有夠黑黑了 裡面有民眾 有10人 他在桌子裡 放一堆 打一堆印尼 蓋章用的印尼 因為如果他在唱票的時候 唱到是非國民黨的 用手把他去摸印尼 故意把他弄髒 然後會的票一張 或是乾脆唱票時候 直接唸成其他人的名字 那時候 量票說 有點遠遠的看 他往我晃一下 把張三唸成李氏 而且國民黨是不許 不允許候選人派 監票的人來監票 他說這樣情況底下 選舉怎麼可能公平公正 國民黨球員兼裁判 高玉樹怎麼玩得過他們 最後他以11萬高票 貸給了 國民黨的黃啟銳 選後高玉樹貼出標語 寧可光榮的失敗 不求不光榮的勝利 諷刺一味無遺 然而或許你也想問 既然國民黨不讓人染指 市長寶座又何必辦選舉呢 這件事情事實上要歸功 當時的台灣省主席 叫吳國貞 那間接的其實是美國人促成的 1950年韓戰爆發 原本打算放棄 國民黨政權的美國 突然意識到 需要自由民主的盟友 於是再度扶持中華民國政府 在這當下 總統蔣介石 也必須要表態 我們就是 我們是free China 跟共產不一樣的 來爭取美國 國際上的支持 特別是美國 簡單的說 選舉除了是 憲法不予的權力之外 同時也是做給美國人看的 省主席吳國貞 於是建議蔣介石 進行地方縣市長突選 他的回憶錄說 連蔣經國都反對 因為這些大陸人 這些大陸人說 選舉要是全部都台灣人當選了 那國民黨在台灣怎麼混啊 但是 烏國貞說 只有蔣中正 蔣中正贊成 於是1950年 全台各縣市長分次選舉 高玉樹也參加了第一屆的 台北市長選舉 只是他敗給了吳三連 拜選後的高玉樹被農夫會選中 赴美授訓 同行的還有林登輝 這也奠定高玉樹在美國的人脈 1954年第二屆台北市長選舉 高玉樹選土重來 對上國民黨的王明寧 因為王明寧是台灣人所謂的半山 也參加過長沙會戰 立下一些功勞 當年的媒體都是由 都是由這個執政黨在操縱的 所以鋪天蓋地 鋪天蓋地宣傳的都是王明寧 當時的國民黨 根本不把高玉樹放在眼裡 而高玉樹自己也知道 梅資源怎麼選 於是他琴跑基層 加上他的口才號獲得支持 高玉樹有一次在演講 他對著群眾說 我要把 我要把中統府 上面那個國旗把他拉下來 他把他拉下來 我全場鼓掌耶 然後有些人會怕 夭壽 你把國旗拉下來 你會死的 然後再說他 我還要把他插到人家 成長 這個時代的時候 沒什麼 黃明寧自己也是 所謂交兵必敗 他也穩贏的 所以並不太認真去選 最後高玉樹以十一萬票 跌破眾人眼進當選 然而儘管開票結果出爐 黨局卻遲遲不宣布他的當選 原來黨部的人 因為浮選失敗 怕被究責 所以他們就要研究一下 怎樣拖延 能不能製造一些藉口 比如說挑算錯 或者是找其他的問題 來設法 能夠把它給掩蓋過去 據高玉樹自己講 就是因為當時 美國美軍顧問團 的一個團長 蔡司少將 把這樣的選舉的訊息 派回去華府 導致後來的台灣當局 才去認定這樣的選舉有效 當選市長之後的高玉樹 見數可不少 像是地下水道的建設 羅斯福路拓寬 還有松山機場前的道路 然而這些政績 都掩蓋不了 高玉樹黨外的事實 1964年第五屆 台北市長選舉 高玉樹再度出來參選 為了避免國民黨的黑手段 他找來監票大軍 全台北有300多個票項 他去認500個人 重要的票項就人多一點 這個讓國民黨想要做票 有警惕 接著他又動用美國人脈 找來美籍記者拍攝投開票所 在前面 燈光照上去 然後不斷地在攝影 所以對於投開票所 不得了 這美國人 那時候 你知道美國人在台灣 變成像神一樣 美國人 拍到的話還得了 更重要的是當年 韓國土耳其陸續發生做票 引發政變 讓美國出言 警告國民黨 不准再做黑手 這才讓高玉樹再度 登上台北市長寶座 我們今天對高玉樹的歷史評價是 這個是第一代 第一代黨外裡頭的 重要的領袖人物 然而儘管高玉樹 能打破黑箱做票的手段 黨國機器卻沒有收斂 反而變本加厲 電估神聖的民主選票 其實黨國作票積息已久 但民眾始終敢怒不敢言 直到1977年 終於出事了 那是剛被國民黨開除的 許姓良 以黨外身份參選桃園縣長 沒想到一對老夫婦投票時 身為監票員的中立國小校長 范江興玲 卻擅自進入了圈票處 還被募集一次把原本要投給 許姓良的票用印尼塗抹成廢票 沒想到檢警到場了 最後卻讓范江直接翻牆離開 民眾得知之後怒不可惡 直接衝進警局翻桌縱火 還推倒鎮報車 也引爆了台灣史上第一次 抗議選舉舞弊的群眾運動 中立事件 警車被翻倒 群眾衝進警局縱火 1977年桃園縣長選舉舞弊案件 爆發選舉史上前所未有的中立事件 中立事件的爆發就是台灣人民第一次 為了反抗議選舉舞弊產生的群眾運動 事件的主角是他 當時的桃園縣長候選人許姓良 許姓良他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立志要當總統 他從中學開始 念高中的時候 就對政治非常的感興趣 許姓良是桃園客家人 就讀政大政治系時加入了國民黨 他進了政治系之後 就積極的參與 積極參與學生的政治性社團 其實就是國民黨在政大的黨部社團 善民主義學會這樣 許姓良的積極已被黨部看重重 重點栽培 研究所畢業後 他拿中山獎學金 到英國留學去 國民黨沒想到的是 我中央黨部給你終身獎學金 結果你去英國學壞 左派的東西他也看到了 然後加上當時的氛圍 整個從北美到歐洲 學生運動 開了世面的許姓良 回國後滿腔熱血 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勾坐 而他也用國外的見聞 回台檢討台灣權貴財閥 掌握政治經濟的狀況 寫下台灣社會裡分析 登在大學雜誌上 這篇文章裡面 他們去分析的 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階層 包括救世地主 農民 知識青年 他們建議執政當局 不可忽視這些 具有潛力的人力資源 應該要利用這些人力資源 來從事社會建設 那這篇文章 登出來之後 相當的轟動 這一篇文章一出 不僅轟動知識分子 當時深陷退出 聯合國威脅的台灣 也掀起改革風潮 國民黨隔年 推動崔台青 重用青壯派 這種社會氣氛下 許姓良也因此被嚮重 提名參選台灣省議員 最後順利黨選 他在議會 他就質詢審議 審政府 質詢審主席 那國民黨就覺得 你在搞什麼鬼 你是那個黨外派來的 是不是 許姓良甚至因為出言 要幫學生平安保險 調高賠償額度 被國民黨黨紀處分 這讓他實在心灰意冷 1977年4月 他出版《風雨之聲》 抨擊省議會的同事們 以那個戲言裡面 他引了一個 古代的官吏 的一句話 譬如說 夜聞風雨之聲 南安息枕 跟我晚上聽到外面風雨 就是這大風大火的時候 我這地方慣例 我聽到外面的風雨之聲 南安息枕 我睡不著 孰立出刊 國民黨氣壞了 年底桃園縣長選舉 放棄許姓良 轉空降提名調查局出身的 歐縣儀 同時開除許姓良的黨籍 你怎麼激昂慷 我也記得 競選總部 掛出了黃花崗72列四的照片 那個時候還講一句話 我此生不得為國民黨員 但是我此心 終身為國民黨黨員 妥黨參選的許姓良 很會製造話題 用台灣民謠四季紅 改編歌詞 成大家來選許姓良 成為台灣選舉史上 第一首競選歌 她是很會選舉 而且很有群眾魅力 在那個時候 翻轉戒嚴時期 政治嚴肅的態度 許姓良選得很歡樂 把競選總部掛上氣球 弄得跟嘉年華一般 深受婆婆媽媽的喜愛 每天埋鍋造飯 食材還是旁邊市場攤販 沿路丟上競選車的 而許姓良更頻頻走向基層 到農村把自己寫的 風雨之聲送給農民 他們開始透過這些書 他們可以去 用我們今天的話講 這個叫爬糞 或者是揭露 我揭露一些什麼東西 我踢爆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過去在國民黨的 或者是主流媒體 你是看不到嘛 國民黨的媒體 主流媒體 看不到這些東西嘛 這一些與眾不同的選舉手法 影響直到今天的候選舉案 都還在使用 許姓良也因此獲得高明氣 但儘管勝券在握 他們卻有一個擺脫不掉的陰影 就是國民黨的作票黑手 競選非常激烈 過程非常激烈 而且離心這個非常振奮 所以不斷的這個這個 國民黨不斷打壓 所以選前這個 就知道他一定會作弊 所以我們就不斷鼓勵 人民要起來互票 每個投票的時候 都派三個監票員 在外面這個監票 然後我們有巡邏隊伍 投票前三天 許姓良急救火力 在防止作票 競選總部前 大字報上頭寫著 只有共產黨才作票 發現作票立刻喊打字樣 甚至訓練出 一支千人的監票部隊 許姓良的預言果然成真了 選舉日11月19日上午10點 中立國小213投開票所 中順域老夫婦進入圈票處 因為行動緩慢引起監察員 也是中立國小校長的 范江心凌注意 他走進去關心 卻被民眾募集 疑似把原本投給許姓良的票 用印尼塗抹做成廢票 早上就被質疑 那被帶到派出所 派出所 派出所後來又把他放了 他下午中午 趁著那個休息時間 吃飯時間 繼續作票 所以 就已經就外面一叫 說啊那個校長作票 早上作票給人家看到 又回來了 根據筆錄 中順域夫婦聲稱 范江心凌 並沒有把選票圖成廢票 然而民眾根本不相信 加上許姓良人馬也在外鼓動 一把熊熊怒火瞬間點燃 我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來講 我目前也掌握不到 是不是真的作票的證據 我不認為那是一次 不公造成就會這麼大的影響 而是長期的一個 國民黨的買票文化 作票文化 這種選舉文化 累積的讓民眾認為說 你這個一定是有鬼 民眾團團包圍投開票所 要范江心凌出來理論 警方想要維持秩序 卻被認為是偏袒 衝突就此爆發 我說很簡單 我說如果你們現在你們敢 你檢察官來 帶著這個校長 公開站在台上講說 這個校長作票有問題 所以我要把他帶到法院去 結果他不是 他不敢把他帶出去 你知道嗎 他怎麼走 他讓這個校長翻牆 憤怒的民眾找不到人 開始破壞警局 投擲石頭把窗戶打破 甚至衝進警局 翻桌縱破 台北開鎮炮車下去 所以鎮炮車開到重力時候 就被人民圍住了對不對 鎮炮車是很大的 這就是小警車而已 警車被翻倒了 翻得四腳朝天了 四輪朝天了 有警察開槍了 後來打死了一個 中央大學的學生 警方投擲催淚彈沒有擊退群眾 混亂中兩名青年重彈 那個時候蔣經國啊 坐鎮在桃園縣黨部 親自到桃園縣去了解狀況嘛 然後下令 這個選舉有問題 結果就燒警察局燒成這個樣子 所以下令全國各開票所 一定要秉公開票 群眾鼓噪到凌晨三點才罷休 還能開票結果出爐 許信良高票當選 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 在白色恐怖時代 一次大規模的人民暴動 沒有中央事件 絕對不會有民黨事件 好 人民覺醒的力量 打破國民黨長年之手遮天的黑幕 中立事件開創選舉的新起點 也成為台灣民主歷程上 不可抹滅的重大轉捩點 今天舌尖上的歷史 帶您到立法院的私房餐廳康園 一上菜 就能讓場內火爆對抗的立委們 放下劍拔奴章 拿起筷子 不分黨派共商台灣V 而每一任院長 還有自己獨鍾的孤位 像王津平心頭好是玉泥鴨 蘇嘉全最喜歡花生豬腳 而尤錫坤最愛的就是東坡肉 果粉的大明蝦下鍋油炸 鎖住肉汁鮮美 直到表皮變成金黃色 趕在肉汁變老之前 就得包起粒油 接著在鍋內放出奶油 蒜頭調味的胡椒和糖 材料都下鍋後 把醬汁熬煮成金黃色 緊接著把剛剛炸好的冰蝦放進來 均勻沾過滿滿的醬汁之後 就不上桌 這一道菜也是微辣 配合這個麵包下去吃的話 比較不會讓人感覺有一點油膩這樣 無論是單吃鮮嫩大蝦或是沾麵包 品嘗濃郁咖哩味 這一道美味的咖哩大蝦 想吃還得進入門禁森嚴的立法院裡 康園餐廳講起來這個算歷史悠久 有立法院成立以後 立法院為了提供委員 還有院內這些職員工 一個用餐也好一個場所 所以特別成立了康園餐廳 像是員工餐廳性質的立法院康園餐廳 不僅有桌菜 平時五間也有供應自助餐 無論是職員或是立委 都是座少林 二樓的部分 平常我就是提供是自助餐 然後小吃的部分 除了委員用餐其實最重要的 還有幫助是同仁要喜好我們的菜 那三樓的部分 專屬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VIP服務 祝你生日快樂 過去擔任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 就經常到餐廳吃飯 甚至是過生日也選在這裡 還不只他 歷屆院長不論聚餐還是宴請外賓 也把餐廳當成首選 因此有了知名的院長餐 像是這一道東坡肉 燉的油量軟嫩 就是現任立法院長 尤錫坤也名要吃的菜色 院長尤院長是宜蘭人 那這個東坡肉 也類似我們台灣的豐肉 所以院長對這個東坡肉 也非常的喜愛 我們從差不多 從早上的十點鐘 一直燉 燉到下午的五點左右 中間是不光火的 讓它那個味道跟顏色都能夠上上去 直接品嘗肉質軟Q 夾著燒餅一起吃 更讓東坡肉少了油膩 多了一口酥脆的層次感 入口即化 而且它那個鹹味都是剛剛好 而且院長蘇嘉全的最愛 是這一道花生豬腳 我們在看豬腳 你看如果說它熟的話 你看你稍微 稍微一動的話 你就知道它的彈性 當然擔任院長17年的王金平 也有最愛的菜色 就是紅燒豆腐和玉米啊 一整塊餅放入油鍋 低溫慢炸 鹽炸師傅還在表面淋上熱油 你如果油溫也高的話 裡面是冷的 完美已經快要焦掉了 這火喉得靠師傅經驗 而這製餅更是手工擺布 魚頭先下去蒸 蒸爛以後 跟我們這個鴨肉 和在一起 然後再包起來 然後下去炸 沒多久整塊玉米鴨餅 炸出金黃色澤 包起來 一刀切下 酥酥脆脆 這塊玉米鴨餅 正是從王金平最愛吃的 玉米鴨發想 製成創意料理 而這些美食不僅是院長愛吃 也吸引許多民眾 想要品嘗品嘗 那選舉到宴請鄉親團的部分 分為有北中南 那北中南對於餐點的部分 喜好當然就是不一樣了 對 那像南部當然有些 可能餐點就要稍微甜一點 高麗菜乾和花椒汁一起燉煮 接著全燙牛肉 把熬煮的醬汁淋上菜肴 擺上新鮮花椒 最後 淋上滾燙熱油 讓花椒氣味瞬間散發 這一道膠汁肥牛 這是許多民眾來到康園的避典菜色 我喜歡這一道膠汁肥牛 因為它吃起來有花椒的香味 然後高麗菜很脆 那這個也很適合下飯 不僅台灣人愛 2015年中國觀光客 大批來台觀光時 許多中國遊客 就把立法院當成必遊的打卡景點 也到立院餐廳 嘗試著民主殿堂的滋味 看起來就是在那個會場 會場幾個立法委 其實動手 我們雲南人特喜歡的辣椒 今天我們已經吃到 這幾天我們幾乎都吃得很清淡 陸客的民主體驗喜歡嗆辣 而立院內的火爆場面 在餐桌面前卻都平息下來 像是1995年 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就曾和新黨的趙少康 一起在立院喝大和解咖啡 當年的國會還是國民黨一黨獨大 民進黨因此想和新黨合作 喊出政治大聯合、社會大和解 新黨這次選得不錯了 選了21席立法委員 所以將來我們加起來 甚至可以在立法院過半 兩黨從原本對立互嗆變成盟友 並計劃聯手力推施明德 當立法院院長扳倒國民黨 很可惜啊 我當時只差一票啊 所以新黨的21票是全部照承諾 通通投給了施明德 而後立法院委員也都效法 像是陳昭榮和李正南 前一天為了誰先站上八岩台 一場內全腳相向 而一天就一起坐下來喝咖啡 小米就沒人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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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會貴嘛 朋友多一個重視比 減一個更好 政治上的算計不一定會成功 但美食卻能讓大火放下紅白藍綠 一到道藏身立法院的美食 擔負重任 讓在議場內火爆衝突的立委們 放下劍拔弩張 拿起筷子 共傷台灣回來 我是林榮安 感謝您的收看 導讀台灣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